2020毕比登推荐餐厅 今年首度插旗台中 台中有21家美食小吃上榜 而今天大台中毕比登第二波 要对大家来吃的是印度料理 这间印度餐厅主打的是 印度咖喱跟烧烤料理 原汁原味的奶油咖喱跟烤饼 全部都是由印度拼情的主厨来完成 口味是相当的道地 而餐厅内除了有定时的更新菜色 老板更不会素食者客制料理 希望到店享用的餐点客人 都能够感到满意 印度主厨大火烹炒 逼出香料香气 接着拌炒鹰嘴豆和咖喱酱 让豆子吸附满满酱汁 香气立刻扑鼻而来 搭配上一旁的印度烤炉 现烤出来的烤饼祥韧有劲 组合上菜就是一道道地的印度料理 也吸引许多爱吃印度料理的客人上门 今天点的鹰嘴豆的咖喱 刚好看到米其林餐厅 因为我们本身吃素想说 就只有这一家是素食 我们就过来吃 也很想吃一个道地的印度菜 吃吃看 吃起来主要来说的话 会觉得它的这种味道 在台湾来说是比较少见的 因为这种比较正宗的咖喱来说的话 以印度上来讲的话 一般可能都做因为 台湾都是日式的那一类的 那这种的话算是可以来尝试看看 我没有使用太多油 甚至你看 我们就比较少许多的食物 老板Manage亲自上菜 展现十足亲和力 店内满满的客人不是没有原因 餐厅内除了招牌的烤羊排料理和鸡肉烧烤外 老板更会定期更新菜单 也为素食客人克制料理 满足各种顾客的口味需求 食材的多元和美味 也让这家印度餐厅是入选为 2020毕毕东推荐餐厅 因为有些人只能吃一会儿 所以他们用很多辣味的 不同的食材 但这就是真正的家庭食材 我们很高兴认识 甚至我们没有知道 我们都被选择了 可能因为我从第一次保持我的质量 我们也保持的质量 所以我们也保持的质量 因为商业升了 然后我们也感到质量 不,我们永远都没有做 店内无论是咖喱或是饮料 都获得许多好评 老板表示 店内制作的每道菜色 都秉持着健康少油的原则去料理 还在为荷包不足 无法吃米其林美食苦恼吗 不妨先从必比的美食着手 品尝美味一秒到印度 介绍波汉 来文威 台中 采访报导